彰化女力精彩活力 以充满热情的千人舞蹈 揭开妇女节庆典活动 活动的内容有妇女才艺表演 公益市集 闯关游戏 还有婆媳走秀等精彩活动 难得借着这个机会带婆婆出来 见识说我们县政府真的很关心妇女 然后我们女力一定要站出来 以多元化的主题倡导文化融合 家庭和睦以及和谐的信念 我们SDGs第五就是有关于 平权的一个这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我们各个局处在这边 也都有做相关的宣导 那特别是社会处长期以来 在我们女力的这个区块 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那连续两年也得到行政院的 一个考核优等 县长表示 过去三年透过公益二手物品的 义卖所得 累积高达新台币300多万元 先后将善款捐给慈善团体 帮助更多的弱势家庭 我们有一个三八妇女市集 那妇女呢把家中用不到的地方 包括新的或者二手的拿出来做义卖 那第一个它符合现在的节能减碳的一个概念 循环再利用 第二个我们透过这样每年 大概可以募到一百多万的一个经费 妇女节系列活动从三月起陆续展开 活动结合了彰化县政府各局处 以及将近三十个妇女团体 共同为彰化打造成一个 更适合妇女 更有感 更幸福的美好城市 迷世新闻李文华 彰化报道 我们就要一起拿好吗